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在丽水老城区的楼房内 105岁程爱云正端着84岁儿子 程真树冲好的咖啡喝着 儿子程真树讲述 我妈妈从四五岁就开始喝咖啡了 到如今喝了一百年了 现在每天午睡之后还要喝一杯 据程真树爷爷回忆 以前呢,在当地他们家庭条件比较好 算得上是大国人家 小时候呢,周围附近还住着几名外国人 很喜欢四五岁的程爱云 每次喝咖啡呢,总会分他一杯 慢慢的,程爱云喜欢上了咖啡的味道 有空就会去外国叔叔家里喝 程爱云家里兄弟姐妹八个人 父母最疼爱他 每一次父亲呢,从上海杭州出差 总会帮他带回来一些咖啡 即使成家后 程爱云喝咖啡的习惯也从未断过 一直延续至今 那么,老年人喝咖啡好不好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一,老年人喝咖啡好不好 喝适量的咖啡可以防胆识 研究表明 含咖啡硬的咖啡呢,能够刺激党男的收缩 并减少胆汁内容易形成胆结石的胆固醇 每天喝两到三杯咖啡的男性 得胆结石的几率低于40% 二,预防老年痴呆 研究表明 在全世界消费最多的咖啡 水、茶这三种饮料中 咖啡具有激活认知能力的作用 此外,咖啡还可以增强血液的抗氧化能力 并提供保护作用 以防止自己击对神经系统的破坏 老年人每天喝一到两杯咖啡 可以增强记忆力 减少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 三,预防骨质疏松 咖啡里的特有物质 可以增强老年人骨头的力量 让老年人的骨头更加强壮 这样的话,老年人就不容易跌倒了 所以平时老年人可以多喝一些咖啡 预防骨质疏松 四,提神 咖啡因具有提神的作用 能够提神闲脑 咖啡中的咖啡因 因为刺激人的中枢神经 使得头脑较为清晰 思考能力充沛 注意力集中 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 都会有一些失眠的现象 建议老年人早上起来喝一杯咖啡 能够提神 五,预防心脏疾病 研究表明 日常饮用咖啡饮料 能够使正常血压的老年人群 显着预防心脏疾病的发生 咖啡饮料都含有大量的咖啡因 均能够增强咖啡饮料的心脏保护作用 六,降血压 饮用咖啡饮料 会使血压的健康性增高 底下老年人经常出现的 餐后血压下降现象 七,有助减肥 肥胖是导致许多慢性疾病的原因之一 许多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 体重也在逐渐增加 影响老年人的身体健康 研究表明 清咖啡豆 也就是为烘焙过的咖啡豆 对减肥有着显著的功效 因此老年人 适当喝咖啡有一定的减肥功效 八,预防抑郁症 喝咖啡使人心情愉悦 其实是因为咖啡中 有大量的抗氧化成分 能够让人变得更加积极 甚至雀跃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甚至指出 每天至少喝四杯咖啡的人 患上抑郁症的几率 比不喝咖啡的人低大概10% 二,如何正确喝咖啡 一,量与水的搭配 对于咖啡的冲调量 貌似一直都没有一个说法 怎样的咖啡粉量与水量搭配 才能冲出最美味的咖啡呢 只需要用50毫升的水 去泡10克的咖啡粉即可 这样能利用大约99%的有效成分 而且这样泡的咖啡比例正好 也特别美味 二,喝咖啡的时间 疲倦时喝咖啡可以预防身心疲惫 当人们因为运动或者脑力劳动 感受到疲倦时 腺肝会作为能量代谢的产物 逐渐地囤积在大脑中 让人产生疲劳感 这时如果饮用咖啡 那么咖啡因会在大脑中 代替腺肝赋于腺肝受体上 让人感受不到疲劳 进而预防疲倦 睡午觉之后饮用咖啡 在20到30分钟后 即可获得良好的精神状态 白天身体会通过咖啡中的多酚 来抵抗衰老因子活性痒 而晚上睡觉时 则能够通过分泌褪黑激素 来抵抗达到抗衰老的效果 三,牛奶是好搭档 喜欢喝咖啡的人 往往也喜欢咖啡中 所带的苦味和酸味 但黑咖啡却让人感觉有些头疼 这时候可以放一点砂糖和牛奶 改善口感 还不会影响健康属性 咖啡中加入砂糖或者牛奶 不会影响多酚的吸收 一勺咖啡 搭配5克左右的砂糖 基本不会影响血糖 也不会妨碍咖啡染脂的效果 咖啡因的极锁吸收 容易刺激胃酸的过多分泌 如果在咖啡里面加入少量的牛奶 能够使人吸收咖啡因的速度变慢 因此 儿童或者胃酸过多的人喝咖啡 最好加点牛奶 三,老年人喝咖啡 硬注意 不宜过浓 浓咖啡会使人心跳加快 引起早薄心率不起 甚至过度兴奋 失眠等 从而影响休息 和恢复体力 晚上便不宜喝咖啡了 患有动脉硬化 高血压 心脏病的老人 最好不要喝咖啡 美国科学家研究表明 心脏病患者 平均每天饮用一到五杯咖啡 发生心肌梗塞的机会 比不喝咖啡者 增加了50%左右 平均每天饮用六杯以上的 其发病机会还要增加一倍 日本学者研究表明 喝咖啡的人 饭后两小时 血糖 乳酸 病酮酸都会升高 这是因为咖啡因 有升高血脂的作用 患有溃疡病的老年人 也不宜喝咖啡 因为咖啡中有刺激 胃酸分泌的作用 而胃酸又可引起 溃疡病的加重 导致疼痛 出血等 经常饮用咖啡的老年人 应该注意补钙 据测定 喝两杯咖啡 将损失15毫克的钙 因此 研究者表明 经常饮用咖啡的成年人 每天需补充10毫克的钙 或者喝牛奶一至两杯 也可以吃豆类 黄花菜 芝麻酱 虾皮 海带 等涵盖丰富的食物 以弥补喝咖啡 造成的该缺失 有饮酒习惯的老年人 饮酒后不宜喝咖啡 因为咖啡因 能够增加酒精 引起的损伤 酒后使用咖啡醒酒 对健康很玻璃 患有糖尿病的老人 喝咖啡不宜放糖啊 4.咖啡不能和什么一起吃 1.酒 咖啡和酒最好不要一起吃 刺激性太大 酒中含有的酒精 具有兴奋作用 而咖啡所含的咖啡因 同样具有较强的兴奋作用 两者同饮 对人产生的刺激甚大 如果是心情紧张 或者心情烦躁时 这样饮用 会加重紧张和烦躁的情绪 若是患有神经性头痛的人 如此饮用 会立即引发病痛 若是患有经常性失眠症的人 会使病情恶化 如果是心脏问题 或是有振发性心动过速的人 将咖啡与酒同饮 其后果更不妙 很可能诱发心脏病 一旦将两者同时饮用 饮用大量清水 或是在水中加入少许的葡萄糖和食盐喝下 可以缓解一下不适的症状 2.茶 切记 咖啡和茶不亦同辅 咖啡与茶都有活血 醒脑提神之作用 两者共同会加大脑神经的兴奋性 进而影响睡眠 3.黑木耳 海藻 黑木耳与咖啡不能同时一起吃 否则会降低人体对铁的吸收 铁是细胞的组成部分 构成血红蛋白血氧的血红素 帮助身体 将养料运送到细胞内 严重缺铁会引发贫血 铁在黑木耳 藻类动物肝脏中含量比较多 进食这类食物同时 饮用含有单凝酸的咖啡 茶 红酒等 会降低人体对铁的吸收 4.葡萄酒 葡萄酒与咖啡不宜同时饮用 含有咖啡因的刺激性饮料 能够使人感到神清气爽 但久而久之 人们就会产生一种想法 就是自己饮入的刺激性饮料 根本不多 然而一旦酒精进入这样的人体内 开始发生作用时人体就很难承受这样的双重刺激了 要知道 葡萄酒加入咖啡中 酒精对人体的伤害就会加倍 有医学专家指出 同时饮用咖啡和葡萄酒的人 对人体造成十分显著的危害 不但会有损伤心脏机能 更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心脏病 5.香烟 抽烟时不要喝咖啡 因为在吸烟的同时饮入咖啡 主动脉血管就会发生暂时性硬性 而且它们能够相互反应 对人体的供血系统产生长期的破坏作用 所以在吸烟的同时不要喝咖啡 以减少烟草和咖啡因叠加对身体的危害 美国大学心脏学的研究统计 喜欢用咖啡和香烟开始一天的人 其动脉血管会遭到很大的破坏 这种生活习惯可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 另外边喝咖啡边抽烟还会使牙变黄 口腔有异味 6.感冒药 咖啡和感冒药不能一起吃 最需要小心的就是麻黄剂 它具有刺激神经兴奋的作用 如果加上咖啡 其效果就会大大加强 从而出现过量服药的症状 而含有麻黄剪的感冒药很常见 比如康泰克啊 白家黑啊等等 部分的人在吃完感冒药之后 喝咖啡的话 会出现强烈的胃痛症状 即使是日常已经有喝咖啡的习惯的人 也会如此 因为这些物质本身对胃黏膜就有刺激的作用 喝了咖啡之后 因为咖啡中的咖啡因 加重了对胃黏膜的刺激 导致不良反应增加 所以出现胃痛问题也就不奇怪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